大家好,我是一球,商店里现在是25K和45K的促销卡包 而且卡包里现在只有黑卡 也给每个玩家发放了一个包含三个83数字以上进攻球员的卡包 大家不要忘了去商店里看一下 另外就是出了三个SBC不可以重复要接着两天 也是分别奖励三个83数字以上的球员 分别是前场、中场和后场 前场和中场各需要先击到83 后场的话只需要先击到82 这个wompup的活动总体的感觉就是 EA知道大家要为年度存卡包 所以EA干脆给大家点卡包让大家存起来 回过头来看看任务 周五也更新了很多任务 首先是英超的联赛球员 826的莱特希尔系的萨尔 游套期59天比赛环境依然是线上有一赛的管理学大师 现在这个有一赛可以用74数值的银卡了 要求和之前都是差不多的 一切顺利的话也需要时长比赛 还有就是周五任务也更新了 同行金一次解锁 还有就是球队任务结束了 获胜的是亨利 要零奖励的话好像只能在主机端顶 再有配合活动也还出了两个任务 主要就是让大家提提球 奖励一些卡包什么的 比如这个赢15场最后会给一个不可交易的35k 再有一个就是完成每日挑战SBC的任务 这个应该是第一组里面包含4天的SBC 群组奖励是一个不可交易的55k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天这个 还是很容易打垃圾桶卡扇就可以了 另外还奖励一个不可交易的 金卡球员包里面包含两个闪金球员 除此之外今天还有一个挑战SBC 要求要稍微高一点 90的化学70的总评 比较讨厌的闪卡要9张 奖励是一个可交易的闪金球员包里面有3到4个球员吧 剩下都是消耗品 再有就是京都安的SBC 数字来到90啊 需要献计4套阵容 最贵的是88 成本在五六十万的样子 他之前还有一张龟魄呀 但这张SBC感觉要比龟魄好不少 双四星 180的身高 右脚的主力脚 高中的心态 身体模型是平均没啥特技 控球加了挺多的 来到了91 射门也有85 防守也有78 防守其实数据还是不错的 他主要是弹跳低一点拉底了 传球也有90 耐力有85 强壮83 评测说京都安这张卡不是特别好 或者说性价比太低吧 虽然这张卡的控球数据加了很多啊 但是因为身体模型的原因啊 感觉控球依然不是那么好 射门的动作有时候也有一些怪 总的来说不是很推荐 再有就是英超的月最佳 也来自曼城91的斯特林 需要献计三套阵容 一套85一套86还一套87 成本在35万左右吧 它是四花三逆啊 右脚的主力脚 170的身高高中的心态 身体模型应该是他自己的 有这个flash特技 速度来到了95 控球很好啊 91 陈卓相对低一点只有82 进攻AI有95 耐力也有85 评索说这张卡还是不错 但是性价比太低 因为它之前有一张东野的活动卡 数值只差一点啊 90 市场价也是35万多 但是你可以随买随卖嘛 但这张东野的卡呢 逆足是四形 而且主力脚是左脚 最后一张全SBC呢 是核甲的月最佳 克莱森数值来到84 需要限制一套82再加一张核一卡 所以成本2万多吧 需要一手卡的就做 不然就无所谓 完整的评测呢 找到的话呢 还是会放到分批里 最后今天还有一个球场装饰品的SBC 叫做154SAT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查出来的都是螺栓 154组 不同口径的 这组SBC的奖励 包含一个对挥 一个对服 一个横幅 还有一个球场主题 就长画面中这样 基本上限制三套 垃圾银卡阵就可以 好了就是以上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